一个失败的义人 讲到记录第38期 今天早上在这里 我要讲一个人的故事 题目是失败的义人 就是说 这个人是失败的 但又是一个义人 有得胜的义人 还有失败的义人 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义人 就要以这个失败的义人为警戒 这个失败的义人是谁呢 我们可看下面的圣经 彼后二章六至八节 有判定索多玛 俄摩拉将二成轻覆 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见解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 银行忧伤的义人罗的 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现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 罗的这个人 心是各异的心 人是各异的人 看见听现了不法的事 他的心会天天伤痛的 他既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还要说 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呢 我们要知道罗的是谁 罗得并非一个出名的人 并非一个稀奇的人 罗得之所以出名 是因他有一个出名的叔叔 就是亚伯拉罕 他的叔叔是顶有名望的人 他就是因他的叔叔而出名的 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 看罗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罗得的出世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 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 并他儿夫亚伯兰的妻子撒来 出了迦勒底的乌尔 要往迦南地区 他们走到哈兰 就住在那里 我们若在独行传七章 就知道 当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 还位住哈兰的时候 神就向他显现 找他离开本地和亲族 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 亚伯拉罕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 往迦南去 不止他离开迦勒底的乌尔 他的父亲也跟着他离开 不止他父亲跟着离开 他的侄儿罗得也跟着他离开 可以说 罗得的起头 好比是一个牧师或者信徒家的子弟 因为有一个叔叔说 乌尔不好住要到迦南地区 因为有一个叔叔说 神召我们脱离乌尔 因为迦勒底的乌尔 是道德纷乱的地方 是神所定罪的地方 从此不好再住 所以我的叔叔离开乌尔去迦南 我也跟他离开乌尔去迦南 按历史家的记载 亚伯拉罕的家 是一个素偶像的家 大约亚伯拉罕的父亲 就是以此为业的 约书亚二十四章也说过 神是把他崇拜偶像之家领出来的 罗得记听见他的叔叔说 从今以后要脱离世界 从今以后不好随便过日子 所以他就跟随他的叔叔离开乌尔了 今天在这里的朋友们 也许不是你自己先听见过神的呼召 也许是你的祖父 也许是你的父亲 也许是你的母亲 也许是你的妻子 也许是你的叔叔 他们听见了 就把你也带去 罗得自己没有听见神的呼召 是他的叔叔听见了神的呼召 所以他跟着他叔叔一起走 也许是你的父亲先信的 也许是你的哥哥先信的 也许是你的姊妹先信的 也许是你的妻子先信的 不过后来你也信了 你是个罗得 如果你的家里有人信了主 你不肯跟 你就错了 如果你肯跟 就顶好 有人跟母亲信顶好 跟父亲信也顶好 不过可惜的是许多人自己不认识神 我的祖父信 我的叔叔信 但是我不认识神 就是顶可惜的是 罗得是好 他不止跟他的叔叔 他自己也是一人 亚伯拉罕好比老年的信徒 罗得好比少年的信徒 罗得与亚伯拉罕 既然是亲属 又是同道 该顶好 不错 两人起头是顶好 但是后来分开了 后来怎么分开的呢 可以看下面的圣经 罗得的拣选创世纪 十三章五至六节 于亚伯拉同行的罗得 也有牛群 羊群 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的财务甚多 使他们不能同居 共患难是容易 共安乐是有点难 两个人一同出无尔 一同到迦南 这是何等的好 神祝福他们 他们的财务多起来了 财务进来了 难处就要发生了 我有地方住 你就没有 你有地方住 我就没有 你的牛羊有草吃 我的牛羊就没有草吃 我的牛羊有草吃 你的牛羊就没有草吃 你不说话 我也不说话 但是东家不说话 仆人却要说话了 创世纪十三章七节 亚伯兰的牧人 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他们俩手底下的人 争起来了 他说 我的牛该在这里吃草 他说 我的羊该在这里吃草 他们不能同居 是因财务太多了 顶多的人 能一同离开 迦勒底的无尔 但是 到了迦南 就出事了 我连带地提起一点 圣经中用好几个地方 来代表世界 迦勒底 是代表世界的纷乱 索多玛 俄姆拉 是代表世界 罪恶的快乐 埃及 是代表世界 在撒旦的泉下 这三个地方 都是代表世界 但是 各有他 所特别代表的一点 罗德离开 纷乱的无尔 都舍得 但是到了迦南 就有所舍不得的 基督徒也是这样 信了主以后 对于属灵的名誉 有点舍不得 对于工作上的高低 有点舍不得 本来是在世界上 闹风潮 现在是在教会里 闹风潮了 本来是在偶像的 职业方面 争得失 现在是在教会里 争得失了 创世纪十三章 八至九节 亚伯兰就罗德说 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 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磨 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 我就向右 你向右 我就向左 世上所有基督徒 堕落的一个原因 就是和基督徒 不能同居 什么时候 你看见你与基督徒 不能同居了 什么时候 你看见你与基督徒 不能来往了 什么时候你说 信主的人还不如你的亲戚了 什么时候 你怕看见基督徒了 这些就是证明说 你的灵性出了事 什么时候 你和基督徒 不能好好来往了 什么时候 就是你的失败 所有的错 都在罗的这一方面 亚伯拉罕是家长 罗的是少年人 罗得的财产 乃是因叔叔而有的 他不该让他的仆人 与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 在亚伯拉罕不能争 在亚伯拉罕本身是的上 在罗得 应当说 我的牛羊可以饿死 但是我不能离开我的叔叔 在迦南的 只有这一家是信主的 我怎么可以离开呢 那只罗得并不如此想 他想牛羊吃草 比我吃食物还要紧 宁格与叔叔失去交通 不能失去牛羊 宁格让灵性不受造就 不能让财物有所损失 宁格丢一亚伯拉罕 不能丢一牛羊 今天叔叔即开口叫我拣选 我就要拣点好的 他就来拣了 创世纪十三章时节 罗得举目看见 约淡河的全平原 直到索尔 都是滋润的 那地在耶和华 未灭索多玛 俄摩拉以先 如同耶和华的园子 也向埃及地 钱财是第一步跑进来的 一个少年人 刚信主是顶熊的 叔叔走 我也走 等一等 尝一尝世界的滋味 就好像信主的事 可以丢下 与基督徒的交通 可以不顾 他举目看见 约淡河的全平原 都是滋润的 不管亚伯拉罕的牛羊 有没有草吃 他只管他自己的牛羊 弟兄姊妹们 我不问你们信主 已信了多少年 我只告诉你们说 神今天 也是把两条路 摆在你们的面前 神今天 把世界摆在你们面前 也把迦南的 摆在你们面前 神要看你怎样拣选 罗得看约淡河的全平原 直到索尔 如同耶和华的原子 也像埃及地 哦 一面像乐园 一面也像埃及的 这就是世界 索多玛 俄摩拉 就是代表世界 罪恶的快乐 世界的人 就是在最终找快乐 创世纪十三章十一节 于是罗得选择 约淡河的全平原 往东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世界上有福气 有荣耀 也有快乐 所以罗得就拣选了 约淡河的全平 这有点像乐园呢 有一位弟兄犯罪 我问他如何 他说 有点天堂的快乐 刚信主持 这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 现在犯犯罪 还有点快乐呢 索多玛 俄摩拉 在他看来 像乐园呢 世界所给我们看的 恐怕有点像天堂 但是索多玛 俄摩拉又有点像埃及呢 基督徒的良心 一方面又叫他知道 一个分别 像是像乐园 但是又像埃及 快乐是有 但是痛苦也有 以色列人在埃及 做埃及人的奴仆 受埃及人的逼迫 造埃及人的鞭打 不给草 还要做出砖来 所以 以色列人要出埃及 你爱 世界 你虽然有点快乐 有点福气 你虽然觉得 世界有些像乐园 但是 你的良心到底 叫你又觉得 有点不快乐 今天许多的基督徒 犯罪的时候 一面觉得快乐 一面良心 又觉得不安 一面像乐园 一面又像埃及 一面有乐园的快乐 一面又有埃及的压迫 今天 在这里的少年弟兄姊妹们 你所拣选的是什么呢 是世界魔 是快乐魔 神不逼你走那一条路 神要你自己拣选 你是坐一亚伯拉罕 拣选迦南呢 你是坐一罗的拣选世界呢 罗的还未拣选成里 他所拣选的还是城外 约旦河的全平原 乐是乐 但是 苦也苦 你一天过一天 到底在什么地方过日子呢 迦南的地势是这样 东边是伯拉大河 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 乌尔渡河到迦南 就是渡的伯拉大河 西边是约旦河 所以 迦南是介乎两河之间的 罗的拣选了约旦河全平原以后 圣经怎样说呢 罗的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 往东迁移 往东迁移 就是向索多玛而去 这就是堕落 你能如此拣选 你就能渐渐往东迁移 没有一个人犯罪 是一天犯成功的 没有一个人跌倒 是一天就跌倒的 都是今天失去一点 明天失去一点 久而久之 就犯罪了 跌倒了 你如果拣选平原地 看阳容易 着水也容易 因为用不着爬山 是很好过日子的 如果你要想安逸 不必劳苦 你的帐篷就必渐渐往东移 如果你喜欢世界上罪恶的快乐 你的脚就必渐渐向世界走去 如果你不能保守第一步 你就不能保守第二步 你的心既然倾向世界 就不能保守你的脚步走世界 你的眼既然注视世界 就不能保守你的脚步走世界 如果你所拣选的是世界 就不能保守你的脚步走世界 《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义 朋友们 在这里的许多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今天你们怎样拣选 亚伯拉罕把肥美的地让给罗德了 自己仍住迦南地 就是住在神所照他到的地 就是神所能祝福的地 就是能受属灵造就的地 罗德呢 是住在自己所拣选的 约旦和平原的城义 我们是像亚伯拉罕 住在神所照他到的迦南呢 还是像罗德住在自己所选的 约旦和平原的城义呢 《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义 渐渐挪一帐篷 直到索多玛 罗德响 我这个人是义人 如果拣选索多玛 我就堕落了 被盗了 但是拣选索多玛外面也许可以 这不过近乎索多玛 还没有近索多玛 完全进入索多玛是不好 但是 有点靠近索多玛 也许不要紧 哦 我们以为拣选世界不大好 拣选一个差不多的 拣选一个和世界交界的地方 也许可以 许多基督徒都是做一个交界的基督徒 世界说 你不像我 迦南也说 你不像我 是的 你不过靠近世界 但是 你并没有住在迦南 你们到底是在那一边呢 从前我有一次在乡下 曾问到一位兵士 怎么有的军队 这么容易倒戈 他说 阴军庄是灰色的 灰色是黑白两色合成的 不白也不黑 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这边也不像 那边也不像 又像在乐园 又像在埃及 神这边舍不得 世界那边也舍不得 朋友们 今天你在那边呢 你是不是一灰色的基督徒 不白也不黑呢 你遇见世人 他们会不会说你腐化 说你是十二世纪的人 说你太同世人两样呢 很伤心的 就是有人说 我想他是一个基督徒 要有很大的分别 那只他也和我一样呢 这话是外人对基督徒 最伤心的解释 许多人不肯站起来说 我是属基督的 他们以为自己 已经是一个基督徒 说不说不要紧 乐园 他们舍不得 但是埃及 他们也要 礼拜天上午 也做礼拜 每天也读经五分钟 以为自己还是基督徒 但是 他们实在没有 基督徒的交通 却又实在舍不得 丢弃羊群 但是 朋友们 必须求神救我们 脱离这道路 不然 就顶危险 如果你以为 还没有进入索多玛 还没有背道 还没有说 我不信主耶稣了 就不要紧 但是 在这里 你的帐篷会渐渐挪移 直到索多玛 如果走了头一步 就不会不走第二步 如果你所拣选的是 向着索多玛 就不会不进到索多玛城里去 如果你所拣选的是 世界的快乐 就不会不犯罪作恶 如果你所拣选的是财物 就不会不沾染污秽 我们要对神说 神啊 我的脚到底要往那里去呢 本来是在平原的城里 但是 帐篷会渐渐挪移的 我不知道 你的脚已经挪移了 没有 我不知道 你已经见所多玛了 没有 但是 也许你后面的踪迹 已经告诉你说 你的脚已经挪移了 你起头可以离开基督徒 你起头所宝贵的是牛羊 你的脚步 就难免不渐渐挪移了 感谢神 今天还有好多的基督徒 他的帐篷还在迦南 让我们看见 世界的罪恶 我们该拒绝 世界的快乐 我们也该拒绝 创世纪十三章十三节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 最大恶极 罗德知道 不知道索多玛的光景呢 罗德知道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 是最大恶极的 但是 罗德还一步一步地挪移进去 等到一天 你的脚离开基督徒了 你的帐篷就也要向索多玛城 渐渐挪移了 神所恨恶的 你不恨恶 神所定罪的 你不定罪 你的脚慢慢向东挪移了 北方有一句话是 不怕慢 只怕站 站住 是撒旦所怕的 慢慢的 顶容易给撒旦留机会 试探就是这样进来的 今天违背 良心一点 明天违背 良心一点 今天少读一点圣经 明天少读一点圣经 今天少祷告几分钟 明天少祷告几分钟 今天少做一点见证 明天少做一点见证 就是这么几个 今天一点 明天一点 你就退后了 撒旦不是叫你 一下子就不做礼拜 就不读经 就不祷告 就不做见证 他是叫你一点过一点 一分再过一分 慢慢的向后退 他顶忍耐的在那里托你 神的警告罗德的帐篷 渐渐移到了索多玛 碰见什么危险呢 创世纪十四章九至十二节 四王与五王交战 西定谷有许多是七坑 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 有吊在坑里的 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 所有的财物 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 又把亚伯兰的执罗德 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 当时 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这一次 两方联军为对敌 五王反被四王打败了 罗德和罗德的财物 也被掳掠了 罗德这一次的遭遇 是因他正住在索多玛 前一次 我们还看见他在城外 现在他住到城里去了 前一次 你还像个基督徒 现在你已经在索多玛入籍了 犯罪多一点 就聚索多玛更近一点 过了些时 就觉得乡下并不及城里好 再过些时 更觉得住平原不及住城里好了 罗德这样住在索多玛 神并非没有给他警告 五王被四王打败 罗德也被掳 这就是神给罗的警告说 索多玛城是住不得 所以让我顶直地问你们 也是告诉你们说 若有人患病 若有人的生意失败 若有人的家里发生难处 也许是神给你的一个警告 五王被四王打败 就是神警告罗德说 索多玛不可住 罗德的帐篷 慢慢向索多玛挪移 后来竟在索多玛入籍了 罗德是今天挪一点 明天挪一点 一次挪一点 再一次又挪一点 一挪再挪 就挪到城里去了 所以神给罗德一个警告 今天我们呢 也许有人的妻子死了 也许有人的丈夫死了 也许有人的儿子死了 也许有人生病了 也许有人的生意失败了 我告诉你 这其中也许有神的警告 如果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你却一天过一天靠近世界 神要警告你说 你是不能有平安的 神给你警告 就是叫你快回头 可惜许多基督徒是没有感觉的 是不会痛的 虽然他们也知道生病了 也知道生意失败了 也知道家里有难处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些是神的鞭打 所以他们并不回头 他们如果不回头 就要有更大的事发生 有一位弟兄也不是跌倒 不过是慢慢冷下来 另一位弟兄有一天 就劝他不好再这样下去 他回答说 不要紧 某某先生原来顶热心 后来慢慢冷下去 今年六十岁 他的大儿子才由大学毕业不久 忽然的死了 这位老先生又热心起来了 那位弟兄就说 神必定按你所愿的给你成就 他说 这个我可不要 哦 朋友们 如果你是一个 属乎神的 你的脚往 罪恶的世界走去 神必定管教你 如果你患病了 你家里出了事 你的生意失败了 你应当去问神 如果神说 这些事临到你 是因你离弃了它 你就应该回头 许多时候 神的爱若不能吸引你 神就要用鞭子打你 如果神的话不能感动你 神就要用苦难催逼你 如果你是属乎主的 你犯罪 你退后 神必定管教你 神不能宽容你 罗德这次被掳去 幸亏有他的叔叔把他救回来 罗德起先是住在城外 不过直到所多马 基督徒还是个基督徒 并没有进城 直到所多马为止 界限是很分明的 但是 结果还是会住到城里去 我可以说一个故事 有一个小孩子 他的母亲给他六粒糖 叫他留到明天吃 这小孩子把糖摆在面前 吃又不敢吃 不吃又舍不得 他怎么做呢 他把每一粒都摆在唇边 用舌头试一试 他就是这样一次过一次的 用舌头把糖试一试 其先六粒还是六粒 后来一粒一粒化小了 再后来 吃了一粒还剩五粒 吃了二粒还剩四粒 最后一起吃光了 许多基督徒犯罪也是如此 违背良心一下 再违背良心一下 慢慢就向世界找快乐去了 弟兄姊妹们 请你知道一件事 犯罪不是犯了就不犯的 乃是犯了一次 就造出一个瘾来 叫你下次再犯 每一犯罪都有两种结果的 一是给你最终的快乐 二是给你造出一个瘾来 叫你第二次再犯 罗的是渐渐进城的 难道你就能不进城魔 我们以为起出罪 只犯这么多 就不会进城去 我告诉你们说 没有这件事 如果你到索多玛城外 你就要进索多玛城里去 你要磨就是不犯罪 如果犯罪 就没有能力限制自己 只犯那么多 不再犯下去 罗德的结局创世纪 十九章一节 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 当时东方各国的风俗 没有像今天的法庭 审判民间的事情 都是在城门口 他们的法官 是拣选本城 有资格的人做长老 叫他们做法官 坐在城门口 审判民间的事 罗德现在是坐在城门口 罗德高升了 他不只是索多玛的平民 并且是做法官了 罗德在世界的地位 更进步 更高了 犯罪的道路也是这样 只有越过越快的 罗德起先 不过靠近索多玛 再过就住在索多玛 再后就做索多玛的法官了 罗德这样做 有什么结局呢 妻子死在半路 女儿犯了奸瘾 女婿被天火烧死 彼得叔说 他是个义人 但他忘记了 他是在索多玛落了机 他看见别人不好 还流泪 但是他忘了为自己流泪 他会为别的基督徒流泪 但是他忘了为自己流泪 罗得看见索多玛人 罪大恶极 他还想帮助他们 那只并不能 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他自己跌倒了 他还劝别人信主耶稣呢 神要灭索多玛 神听亚伯拉罕的祷告 就有两位天使去救罗德 创世纪十九章十二至十四节 二人对罗德说 你这里还有什么人魔 无论是女婿是儿女 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 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 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 在耶和华面前甚大 耶和华插我们来 要毁灭这地方 罗德就出去 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 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 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 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这可见罗德在他女婿们的面前 并无见证 他的女婿们以为他是戏弄他们 说大马路起火了 人还能信 说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人就不能信了 说没有的火烧人 人还能信 说有硫磺火烧人 人就不能信了 创世纪十九章十六节 但罗德持颜不走 这话真是传神 似乎罗德要对他的牛羊说 牛啊 我为你和亚伯拉罕分开 我为你拣选约旦河的平原 羊啊 你在我的地方已经有五年了 今天难道就把你撇下吗 再看看他的家居 他的真物 他的羊圈 他的仓库 就想 我以为住在索多玛可以 天长地久 我要盖更大的仓库 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哪 你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 难道今天就是这样离开一切磨 难道今天就是这样走开去磨 这磨多的好东西都丢掉 真是舍不得 创世纪十九章十六指示器解 二人因为耶和华联旭罗德 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 并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领出来 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 就说逃命吧 不可回头看 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被剿灭 这是天使领他们出了城以后 嘱咐他们的话 今天你在世界 钱也许不多 但是今天你对世界的留恋不舍 也许正和罗德一样 有一位老太太 只有十五元 天天都要把她竖一竖 我们要笑她太财迷 但是有了满香气质的人 当她检视她的气质 以为很宝贝的时候 神在天上笑她 要像我们笑那位老太太一样 在我们看 十五元有神摸了不得 在神看 满香气质也有 什么了不得呢 主耶稣快来了 所多玛被灭 是将来世界 要被灭的一个预表 如果你所有的盼望 都不过是 建造在这世界 大的在这世界 小的也在这世界 有一天 天火要来 把这些都烧光 有一天 神要来 把这些都灭掉 等到那一天 要逃也赶不上了 要逃 也没有方法可逃了 我说句顶直的话 今天所舍不得的 那天都要舍得 被提时 神指提人不提物 神指救人不救火 所以 我们今天就应当 有所舍得才好 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 罗德的妻子 在后边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罗德的妻子 是继续她丈夫的心意 回头一看 虽然东西看不现了 看看火烧也是好的 岩所看的 是表明 她的心所舍不得的 这回头一看 说出了多少 没有说出的故事 表示了多少 里面的感觉 这样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直到今天 成为一个大警戒 主说 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 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 也要这样 你们要回想 罗德的妻子 陆世七 主再来的时候 这世界也要受审判 地上的东西 也都要被烧灭 爱世界的人 也要留在地上 像罗德的妻子 变成岩柱 留在地上一样 朋友们 恐怕我们太喜欢 在虚浮的事上注意 却忘了在永远的事上注意 我们很忙于交际 很忙于教育儿女 很忙于生意 不错 教育儿女 经营生意 都是该的 但是 永远的事 也是我们所该注意的 朋友们 特别是少年的朋友们 路也许还长得很 主如果还吃盐 让我们今天 就拣选荡走的道路吧 让我们今天就注意 什么是有价值的 什么是出乎神的 什么是存到永远的吧 盼望我们的荣耀 不在今天 盼望 我们今天就学习亲近神 盼望 我们好好来走前面的道路